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随便了 随便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一个要求啊 咱来看一个红张飞啊 这也是这个小丽的暴凳头大神的新打的一个项目 这叫做六进啊 就是在原有五进的基础之上呢 进了一个卡兵 然后呢选择的红张飞 这次呢应该是打了个一命啊 因为发我的时候的标题是一命 好出门呢站到嫂子身后啊 给一套这个三下A一个撞连 然后这里呢一个反装 打了个下下A 堵了个平A的四一 然后起身可以啊 扫的很给破定 然后这里小兵控的也不错啊 这个天下兵躺下了啊 这里呢打一个追地 延迟扫的进攻起身之间 但是呢这个枪兵 不这个刀兵没打死 这里再补一脚追地补个四一 然后这里随便收一招直接打死 可以看到呢这个孙迪打的是一点破定没有啊 而且呢孙迪也很配合 一直起身啊都给这个大轮 好来到第二关的驴 第二关的驴呢选择直接开场啊 朝着小兵的方向打连招啊 因为这个要求呢 这个小兵呢基本都能夹兵啊 所以说问题也不大 然后这里呢三下A的下下A呢 把这困兵清掉了 这样呢只剩一个大驴的问题就不大了 只要这个驴到背后咱就跑 驴在正面呢咱就连啊 这样的话就完事了啊 可以看到了目前为止的这个小连招 一顿尾连还是很给力的 然后这里还有最后一套先别打了 来兵了先清个兵没什么破定 然后这地方先说一下 这好多玩家呢是认为这个魔章啊 从最早开始有武器玩法的时候呢就说啊 魔章应该是四斤 因为他没有气 其实这个东西呢有点道理啊 但是呢他因为游戏里边十个人物呢 每个人物的武器呢 他都是有气的 只有这个魔章是个例外 但是实际上呢也不必纠结啊 就是叫顺口了啊 因为九个人物都有气都是武器 那最后一个人物是四斤呢也不得认 所以说呢索性大家统一了啊 这个魔章的武器呢也就是这么来的啊 之后打这个夏会员不卡兵 对于别的角色来讲呢挺退进的事 但是对于这个红张飞来讲问题就不大 因为这个红张飞先介绍一下他武器的优势啊 首先呢他攻击力高 他不会像其他的角色那样的缺输出 导致打不死Boss 这个人呢只需要用零零散散的攻击 A狂风痴神龙百尾 夏夏A这几招组合 就能把每个Boss的输出打除 然后另外呢就是手长啊 配合着神龙百尾的放倒 以及夏夏A的放倒加涛生 这个人物呢即便有小兵在场 只要玩家空的给力呢 问题也不大 可以看到是吧 方案呢就是勾引夏侯元出一个三大破定 然后呢打一个破定的副空或者落地都行 这下就着急了 这下还行啊反应很快啊 补给夏夏A 夏其实呢略微有点慌张啊 因为这个状态之后天亚兵来了 想补一个这个夏夏A第一时间没出来 第二时间补成了很漂亮 好这里可以看到是吧 就一如我所说的 利用零零散散的攻击啊 把这个夏侯元呢轻松拿捏啊 然后紧接着呢梦游肯定是不打 然后呢直奔傻狗 这个武器呢还是啊 能少打就少打 然后现在10级了啊 10级以后呢就更厉害了 10级以后呢有一个什么保障呢 就是在打小兵的时候呢 几乎不会掉血了 可以说99%的兵啊 单纯小兵的画面就不掉血了 然后呢打boss的时候呢 偏一块可以抢招了 然后点小兵也容易了 可以看到这个傻狗是吧 这傻狗真的是在要求里面太可怜了 他防御之后呢 回手给的这个防反攻击 居然不是无敌招是吧 没啥说他是第一傻狗呢 这确实有道理 然后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 打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啊 一如我这个教学里边总说的 一套boss一套小兵 一套boss一套小兵 张辽呢是千三个万的一个难点啊 主要是这个地形是在窄 但是对于魔障飞来讲呢 还是有的打的 这里呢是给这个小兵打残 漂亮 点了张辽 他张辽输了个破定 给了一个A神的白尾 留一个兵 这样呢拖个万瓶 张辽存的一个必杀用出来 把四一补全 然后两个T甲最好是能清齐一 然后继续 这里呢点张辽一下 他这里点一下的话呢 是这样张辽挨打之后出后续的招 即便张辽防了也可以跑 因为手长 你看是吧 这样呢以点为主 然后控角兵 好这里继续点 再点 他就像给张辽点出外招了 OK这样呢又刷两个兵 小龙白尾打残一个 再点死一个 好来一个外招 给一个这个升级 打一个三下A 然后呢追地补四一 然后左边A白尾 这个A边打出来补一脚 这样呢一死一残 然后拖半瓶引出招 没出招有点背 好这里出招了 A白尾 打飞 然后再拖半瓶 等机会 没机会继续点 然后这里继续点 这就是把张辽的守长游势 利用的淋漓尽致了 好机会 这里一个往右 对一定要大怪小兵 一个方向啊很关键 然后呢这里再来 OK拿下A白尾 A狂风也行 死一个留一个 这里打一套大连招 撞A七手回头连 然后给小兵放倒 这里面放到小兵 那就准备 在这个升级的时候放倒 然后打倒怪 时间不足以打一套完整连招 放倒小兵 五一个四一 然后杀一个小兵 等一个升级 好这时候可以打一个大连招了 没有选择打大连招也行 主要这个节奏不断就没有问题 这下节奏断了 但是战略给了个裸升级 非常得劲 这个追递没必要啊 这个追递其实大可不必啊 一直保持刚才的节奏 其实就是最好的 这下非常漂亮啊 这个小龙白尾漂亮在哪呢 刚才让聊的升级 是最后一试了 如果不打小龙白尾 打PNA 第二下打不着 这是漂亮的一个点 然后一定是要打掉蝉啊 因为打完掉蝉之后呢 可以拿到雷神锤 这样的话呢 可以跳过马王跟魏妍 这就得劲了 掉蝉那基本是直接抢 然后呢 这个给对面打倒以后 拖半瓶 等一个冲 这是常用的一个套路 这个神龙白尾没摆着 还好掉蝉也没出招 这下有 这个掉蝉还是被AB抢上去了 存了一个这个啥 存了一个AB啊 这个AB呢 可能会是隐患 非常不得劲 好 这里继续 打一个三招 然后呢 AAA 拜拜 完了 这事不来我吧 这一下呢 正好也是赶到这个位置了 也不能不打 然后这个位置呢 正好站了一个 平A第一段能打得的歪轴 第二段打不着的歪轴 恰巧刚才呢 抢了掉蝉一个AA的AB啊 因为貂蝉这个套招呢 AA之后出了AB AB被抢回去了 他就存住了 他会在下一次能动手的时候 把这AB打出来 这样的话呢 正好就是这一下 掉了能有小半管血啊 三个五级的血槽 加的一下AB 正好生半管血 然后这个地方很明显 这个半管血又少了 被小兵打了一下 挺难受的 这个被小兵打一下 非常难受啊 因为刚才那个血量 如果不被小兵打呢 可以扛许楚一下 或者扛其他的boss一下 这下被小兵打了呢 挺不舒服的 其实主要这个 调查这下挺意外的 然后这个吕蒙 吕蒙的红杖飞打吕蒙 其实是最厉害的 因为这个 平和一家白尾 打他的这个起身钻 就足以把伤害打足了 然后呢 控这个天下兵也容易 所以说呢 这个在不用道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红杖飞打吕蒙是最猛的 这里打了一条高伤害 发现第三下也打不着 果断打一个这个下下 把这个怪放倒 很漂亮啊 这就是高手的一个反应 然后呢 继续 再这个 那啥一下啊 再打一下对面的这个 跳踩啊 然后这个小力打大神 好像也是在抖音做直播吧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关注力不让 好多人说那不对 是吧 那我也想看你直播 我得去哪呢 一定有这样的问题啊 咱们接着打吕蒙的时候呢 说一下 因为这个吕蒙呢 他没有时间上的一个 担忧啊 然后呢 这个 没有小兵上的担忧 因为打得快 只出一个兵 然后呢 只需要这么慢慢磨死就行了 所以说咱抓紧介绍啊 你得来抖音或者B站 两个平台都可以 搜索发尸兵的这个ID 每天晚上七点半左右 一定是往左啊 然后呢 你就躺着嘎着 用这俩手机 用手机看的来APP 就完事 好 这一关呢 选择走的火牛阵 赶紧铺羊 这下反应可以啊 这个火牛阵的好处呢 就是带着这两个兵呢 没有这个竹林的这两个兵厉害 然后呢 需要清的兵比较少 清兵不成问题啊 主要是关底 带着两个菜 当然呢 带几个大狗问题也不大 不过呢 这个大狗比这个小狗呢 还是厉害一点 像这个小狗就挺好 这里打完追踢 不关这个血量 走了 好 然后破阵肯定是不打吕布啊 没有任何的收益 这里呢 直接过来 沙姆克登场 先把队兵放倒 再把队兵放倒 好 这里可以揍了 这套基本就打死了 再放倒一会最好 好 他这个有一个 这个也不能算bug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这个小兵在场的情况之下 一个天气过了 小兵被抛了 沙姆克不动 所以说呢 借着沙姆克不动呢 就把沙姆克打死了 这个战斗有点靠后吧 哎哟 这下还得回啊 这下得回没被划着啊 我方战斗有点靠后了 导致我方的攻击距离不够 但是巧的是呢 陆迅的攻击距离也不够 这样的话呢 双不够呢 形成了一个 我也没打着 我也没打着他 他也没打着我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下让陆迅快速起身 可能是为了找一个 即打小兵 因为打一套小兵 打一套boss的节奏 但是快速起身 实话实讲好处不大 这里可以看到 给陆迅放倒了 小兵来了 给小兵放倒 然后再打陆迅 陆迅起来了 再打小兵 再打陆迅 好 这里最后生点血 别别别打 这下不能打 这下为啥不能打呢 这下其实可以打一个下下 因为这下如果神龙白尾出去 最后的时候 而是会被刀兵直接打到的 他这里刷刀兵的节奏呢 是刷一批快的 刷一批慢的 刷一批快的 刷一批慢的 刚才那批正好刷的是快的 所以说呢 我最初别打是吧 然后呢 果然他也是四下A之后呢 什么招都没接 其实这下下也行 这开场一个免费的上线位置 运气非常不错 就打了A 这下第三下就没运气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呢 这怪呢 挨打以后就能服啊 就可以一直A 但是呢 这两次的四下A呢 足以把这个伤害打足了 就是打到后边呢 你只需要用狂风式 就可以把这巧扒了死了 武进的情况之下呢 打这个巧呢 这个空张杯也不最厉害的 因为他的狂风式呢 虽然说伤害不提诸葛亮的喷火 但诸葛亮的喷火呢 得拉开距离喷 但是这个狂风式 就没有最方便的一个干扰 不过呢 这个人的跑路的速度呢 不如诸葛亮啊 但是容易被这个桥堵在墙角里 不过呢 稍微注意他呢 问题也不大 这里呢 又是找了个机会 打个四下A 也行 抢了一波伤害啊 也挺好 在极度安全的情况之下呢 抢一波四下A 也没有问题啊 只要背后没有小兵就可以 这一波呢 得控一下兵了 打一个A白尾 小兵没死 这里再巧着一个村 给光红柿 巧着一个符 给一下 上面那个怪是残血的 尽量把上面那个打死 机会来了 上面这个打死的 漂亮 然后这关尽量要下下一把了 哎 尽量是用这个 一下放倒的招 这个红张飞的下下一呢 确实啊 很多次都说过 他是 所有人物里边 不用弃的一个最强技能 啊 就是单技能来讲 这个技能就是最强的 身价比最高 即逃跑放倒 鱼翼神非常牛逼 好 最后呢 这里积屑 再用这个狂蜂式扒了 大概五下就死了 所以说问题是不大的 只要别着急啊 别等背后有狗的时候 扒了就完事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啥呢 许楚 只要过了许楚 基本上呢 就是过了啊 然后再就是看 曹操的必杀 曹操的必杀呢 能不能不出必杀 出了必杀之后呢 能不能是 正好能躲过去那种 就看这个了 这个剩下的解怪呢 黄盖司马仪呢 几乎都是白给啊 即便是不卡兵 也是如此 好 来看这个许楚吧 许楚登场 出门先把叠两个兵清了 留个点声的兵 直接壮业起手 这里呢 皮银起手跟壮业起手的话 壮业起手感觉好处是啥呢 能防个许楚的侧踢吧 应该是这一点呢 得接着一代 然后另外呢 就是可以这个抢先一步 不用等许楚往下走 你直接往上赢 也算是一个小优势 这波可以打 位置站的不好 这波不能打 这波这招是无敌的 他这个游戏 就像夏侯元的这个生龙啊 起身的生龙是无敌的 平时用的生龙不无敌 他这里 有点这个说的 具体为啥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确实有这么个事 就像刚才那个许楚 那个6A啊 如果他是直接放的6A 他就不无敌 你就可以打到破定 如果是他挨打之后 他出的那个6A呢 他就有无敌判定 你俩相当于是抢招 不是打败招 然后呢 又打了许楚一套 这里不是机会 但是一摇硬干 哎没干上 还行啊 都给许楚拔了拐了 两下A的摆尾 一死一残 然后呢 这里继续 哎呦 别点那下A啊 这个小兵没控制好啊 刚才两下A的摆尾 不点那个A 小兵就剩一个就好了 哎呦 这一下还好跑得快 下下A 追地 好 差一丝血 这一丝血的话呢 尽量是下下A放倒 或者平A 平A点不安全啊 下下A放倒最安全 哎 点死了 赶紧踩 好 漂亮 这个许楚呢 有惊无险啊 那这样呢 成功率就直接提升了 好 来看黄盖 黄盖这个怪呢 即便是不卡兵 他也是个废物啊 因为呢 Boss的本身呢 我认定他为第二杀狗 Boss的本身 杀伤力极弱 没有 不都是杀伤力极弱啊 就是 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方的一个办法 啊 这是他最弱的一个点 他的攻击呢 几乎都在下半段 你人物呢 只需要占上半段 这个黄盖就可以说 就啥也不是的 而且呢 最主要的是黄盖不会防 这个Boss会防不会防的话 这个区别很大 这里呢 打一套十二连 其实黄盖怎么打都无所谓啊 真是 过于弱了 这一波呢 直接打四下A 因为这个小兵呢 如果你打十二连 很有可能背后偷袭你 把追递用完 保证后面有个三追 这下不要打连招 哎 漂亮 然后继续 这下打三下A 狂风白尾 不思议 最后呢 不用管小兵 直接打死完事 因为这个小兵够不着了 哎 这个给这个火 也够不着 再见 果然 跟第一杀狗一样啊 名不续传 然后电道就不看了 咱直接看司马仪 司马仪出门见空兵 忍忍打死 哎呦 这个铁甲给力啊 这个铁甲正好点倒了 这样的话呢 这套连招打完 铁甲正好还是倒地的 然后打了个追递 不带伤害 这一波呢 直接给挠了 机会 好机会 这下直接给挠了 这个残血铁甲 这下没有选择打一个 这个撞连 不太得劲 那其实可以打个撞连 刚才那时间段 然后呢 拥护护肠躲笑 保证稳定性 同时扑倒小兵 让小兵残血 之后呢 继续再打司马仪的连招 这下连招的失误 但是不影响啊 这下其实可能 也是估计的狂风势啊 不想冒那个风险 顶着天下兵打一套 也没问题啊 因为已经到了游戏的最后了 司马仪呢 王长搭起来 伤害加成了 打得快 不差的一下慢下 这里又是一个脑 给个机会 来看一下 这里A一下撞 打个四差也行 那就再起一套 这个终于打不死 哎呦别打呀 这下反正 其实打还是不科学啊 因为这个血量呢 能挨曹操的轻攻击 如果刚才被贴加 打了一刀的话呢 这个什么攻击都挨不了了 没有容错率的 还是这个血量好 可以看到呢 目前为止只挨了两下 只被吊蟬打了一下 正常来讲呢 打的话呢 吊蟬还打不着他 所以说呢 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呢 还是可以冲击无伤了 是吧 因为这个魔杖飞控不也厉害 好 之后呢 就是曹操了 曹操这里呢 出门直接抢一套 没抢着 用661打曹操 比较的靠谱 因为这个平A的话呢 有可能打不着曹操的术卡 哎就这招啊 哎这下没有打反正啊 可能关键是更手软了啊 求一个稳定 问题不大 看看会不会打尾连 感觉应该不会啊 应该会求个稳定连招 果然 另外呢 就是打尾连的情况之下呢 Boss感觉出必杀的概率就高 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迷信啊 因为我打这个马超的时候呢 发现有这个情况 哎呦 这下赶紧往左堵个四面斩 屏幕间啊 这个就是唯一的走位办法啊 这一章 我给你分析一下 是啥情况呢 曹操出四面斩 他四面斩过不了屏幕 四面斩偷屏幕就没了 然后呢 两面斩呢 从上往下能躲过来 就这儿 但是两面斩从下往上就死了 必死 所以说呢 这是三分之二 圣皇概率的一个办法 啊 只能这么走 啊 但是如果这个曹操是在屏幕内开Boss 这招基本就躲不开了 啊 这还好是两次屏幕外的Boss 操刀空的也是不错 最后给个双轮 强 有了 好 这样呢 完成了一个六级的移民通过啊 也是感谢小离打大神啊 一个精彩的表演 也就是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本期的解释永恒 喜欢别忘了点个赞 明天再见 拜拜